不是問Cheap Meal 你說我那個 你搶了我的科 我心想你為什麼不停給我 你已經說完了 你不是說完它嗎?沒所謂 我沒有Cheap Meal 我什麼都吃 我平時什麼都吃 大家好 我是健身教練 水Water 你看見的是健身科普頻道 今天繼續請了我們兩位營養師過來 因為他們除了營養師之外 其實本身都有做健身 我們就說說一些女生常見 關於健身和飲食上的迷思 大家好 我是Grinus的營養師Kristen 我是Grinus的營養師Janice Ida 我環境第一命 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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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 迷思就是不敢做重量訓練 你們兩個本身是否一來就來健身房做育體訓練 也不是的 一開始去健身也是跑步 之後可能就會跟家裏的Youtube 做一些work out 最後才慢慢接觸健身 我就是先做瑜伽 之後本身是為了做瑜伽做得更好才做健身 但最後撕掉了瑜伽 變成做健身了 其實很多女生都會說想鋪骨有線條 要知道想鋪骨有線條 背後就是說肌肉 其實女生的肌肉不會令到男生那麼大 最主要是取決一個荷爾蒙的高丸酮 男生的高丸酮大概15倍 所以女生要令到男生那麼大的肌肉 根本沒有什麼可能 只要你做過健身後 就會發現增肌是很難的 反而減肌是比較容易的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影片和文章 教大家如何去瘦大腿 瘦大腿 瘦大腿 或者減肚腩 瘦骨 對 對 其實事實上肌肉的確是可以局部性訓練的 但脂肪是沒有辦法局部減的 因為消脂是全身性的 如果當我們飲食和做運動達到熱量赤字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們全身的脂肪都會一起瘦 但當然也要視乎本身的飲食模式 或者基因方面的傾向 才可以判斷到底會瘦哪裏比較多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大家每天都走那麼多路 沒理由我們全身最瘦的地方都是雙腳 所以這真的是全身性和基因的決定 第三個重點就是大家經常訂立一些不夠現實的目標 例如一個月要減30磅 就用一些很極端的方法 除了我們上次的影片說了飲食之外 我們在訓練上可能大家會覺得要一個星期做七日健康 每天都做一個小時Cardio 每次跑10km 真的有聽過這些情況 但背後就會令自己太辛苦 根本堅持不了 到最後堅持不了的時候 可能會直接令你放棄了做運動 你的身形或者習慣 可能比你未開始做運動之前還差 嗯 所以如果要設定一個減重 或者體重管理的目標的話 其實最好將整個步驟到不同的步驟或是一步一步地達到 其實就會更加好 首先可能要設定一個月的目標 然後再細分我這個星期 如何安排每個步驟去進行的話 就會更加有效 例如我同學訂立的目標 就會以三個月為例 大概三個月就可以見到一個明顯的身形變化 數字上大概2-5%的身形變化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目標 而第四個就是很多人問 就是到底運動之後可不可以吃東西 經常都聽人說 運動之後兩個小時內不要吃東西 因為會很肥或者很容易吸收 但其實如果你運動之後 大概可能是半個小時 至到一個小時內去補回營養的話 其實對於肌肉的修復來說是非常好的 其實也有些專家指出 就是經過一個長時間的訓練之後 其實我們身體補充大概10-15克的蛋白汁 再加上30-4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最好以液體的方式補充的話 對於肌肉的修補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自己多數就可能做完健身後 飲回Potein Shake 或者吃半條香蕉 我也覺得是很方便的 或者吃過飯糰 或者喝杯豆漿也好 都千萬不要不吃東西 好 到第五個重點了 第五個重點就是很多女生都很怕拿起重量 覺得一拿起重量就會變得很健碩 但事實上我們訓練的最基本一個原則就是 Progressive Overload 我們做的訓練應該要越來越難 越有挑戰性才會幫助我們增長肌肉 例如很常見一個例子 我之前試過在一間P字頭的健身室 看到一位依依坐在Sidative Abduction的肌肉 她一邊做又在積下衣服 我猜她積下衣服時 她應該都做了百多二百下 但這個就不是我們對肌肥大訓練最有考的模式 其實訓練有一個很重要的字 就是 Progressive Overload 這個字 其實每一個階段你的訓練模式 或者你拿的重量 都應該比上一個階段更加有挑戰才行 所以其實當我們的肌肉 一步一步慢慢增加重量 受到刺激的時候 我們的線條才會更加漂亮 肌肉也會更加大 不過其實除了重量之外 我們做的動作的早數 下數 或者Time Under Tension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變 讓我們 Progressive Overload 的因素 不過這些就可以等待教練去幫你決定 第六點 就是很多人都說 Cheat Day的那一天可以吃什麼都可以 其實很多人因為 譬如一至星期六 就會把飲食戒得很清 讓一天自己去放肆去吃 但其實這個方法 對於我們身體來說 不是很好 因為在一天裡 吃可能比以前高很多的熱量 例如是3000KL 其實對於我們身體的負擔 腸胃的負擔 甚至在熱量的攝取方面 都有機會已經是高過我們 一個星期的TDEE 那你平日Cheat Meal會吃些什麼呢 我沒有Cheat Meal 我什麼都吃 我平日什麼都吃 可能會吃一些Pizza 或者打雞 這些食物 或者你喜歡吃壽司 可以嗎 壽司應該不是Cheat Meal Burga 就OK 他有錢的話 吃什麼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 其實會用Cheat Meal 以為這個Cheat Day 會比較好 對 因為如果整天三餐都是這樣吃 那就太誇張了 還有我覺得 對於本身在飲食習慣方面 容易失控的朋友 其實就不要輕易給自己 有Cheat Day 或者Cheat Meal 因為其實有可能 他之後已經吃了很多熱量 第二天就扣減所有熱量 想把赤字做到更加大 對 所以就不太建議大家 亂用Cheat Day 或者Cheat Meal 好 第七個 到底胸腹做運動 是否可以燃燒更多的脂肪 或者熱量 在2019年的時候 有個研究 就是把兩批人士分開 兩個Group 一個Group 就是胸腹做運動 一個就是吃完早餐之後 才去做運動 一開始 的確胸腹做運動的人士 燃燒脂肪的速度是快一點點 但六個星期之後 其實兩批人士 相對速度上 或者減脂肪的傾向都差不多 原因是因為我們身體 有一個很聰明的代償機 就是他 在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會燃燒比較少的脂肪 所以長遠來看 無論是胸腹做運動 還是吃了早餐才做運動 其實一樣可以做到一個體重管理的效果 所以我們之前在IG 都做過雙頭的貼文 所以如果想重溫的話 都可以去我們IG看看 好 最後 其實我們和GreenLusser 都合作了一個 Transformation Program的計劃 除了有我們這一邊 一對一的健身教練堂 之外 也有我們兩位營養師 一個月的營養跟進服務 希望在健身知識 和營養知識上相關齊下 就能給予更好的結果 如果這條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Pattaya 這ıllμα 讚 幫助 我們 有 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